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539集 年轻女人也是育男口音 太明显了 夏大军都没办法忽略 按时 宇纳安庆了 年轻女人忽然拉住她袖子 大哥 我是御南河东县的 真是巧啊 安庆县和河东县就挨着边呢 夏大军也觉得巧 隔得这么近还真是老乡 他把老乡给撞摔伤了 肯定要把人送医院去 哪知道 年轻女人脸一红 却推开她 没事 我真没摔伤 夏大军见他转身就跑 脚还一拳一拐的 这能叫没事 同志 同志你别揍 你甩到绝了 摔伤了还跑 夏大军也搞不懂 他虽然舍不得花钱 但把别人撞伤 还不至于连一点医药费都不掏 要说以前没钱的时候 他也只能和年轻女人干瞪眼 今时不同往日 夏大军现在是有钱的 他把年轻女人拦住 女人死活不去医院 为了证明自己没事 还在原地跳了跳 这下子痛得眉毛都皱了 还有啥好说的 夏大军强硬拉他去了医院 医生叫女人挽起裤脚 脚踝处肿得老高了 还把夏大军骂了一顿 病人扭伤脚 你还叫他走这么远的路来医院 他最近一周都不要下地走路 少用这只脚才会好得快一些 夏大军根本没有这么细心 男女要保持距离 人家一个年轻女同志顶多二十多岁 大白天的 他还能给背到医院 去银行存钱 夏大军也没骑自行车 杜兆辉根本不会允许自己身边出现自行车这种东西 那是丢大少爷的脸 跟在杜兆辉身边的人都能用车 反正杜兆辉又不止一辆车 但夏大军本人不会开车 其他人又隐隐排挤他 夏大军还是能感受到别人的不善 不会去麻烦其他人 夏大军干脆就是走路去银行的 被医生骂了一顿 他一个字都反驳不了 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位女同志的名字 根本就不认识啊 开了一些外敷和内敷的药 夏大军忍不住问道 你说你赏得这么厌重 刚才炮煞炮 女人默默低着头 不自声 他瘦瘦的 脸也白 说话也细声细语的 动不动就害羞脸红 想和他交流都成问题 夏大军也不是啥特别会交流的人 半天问不出原因 他就要送女人回去 让女人说住的地方 女人白着脸摇摇欲坠 夏大军被杜大少爷骂了两个月 有时也会灵光一闪 那是不是有啥困难呢 大家都是老乡 出门再玩弄绑一巴了 我一顶神兽 女人低着头 眼泪大颗大颗的 大哥 你是个好人 我不想骗你 我刚才是故意往你身上撞的 我都撞好几个人了 也是唯一把我送到医院的 故意往身上撞 还撞了好几次 夏大军想了一会儿 那是偏欠来 夏大军南下的路上就遇到过 这种叫碰瓷 假装被撞倒 摔坏了啥值钱的东西 就拽着不让人走 非要赔钱 但那是撞坏了东西 还真没遇到过拿自己来撞的 腿上的伤做不了甲 那得多疼啊 女人的眼泪巴搭巴搭往下掉 夏大军遇到过碰瓷的 却没遇到过主动承认自己在骗人的 还是 欲男的老乡 他不晓得该咋办 女人哭起来没完没了的 夏大军忍不住问他 那钱别哭 那伪杀偏欠呢 从老家出来找不到货赶呢 背景离乡的 肯定是在老家活不下去的人 都跑到旁城了 只要手脚勤快 还真不怕被饿死 到处都要招人 路边的小馆子也要请人洗碗 就是工资高低的差别 夏大军这一问 可是打开了女人的话匣子 原来他叫小雨 是河东县农村的 原本在老家定了亲 后来南方莫名其妙退了婚 她在村里被人笑话 就到县城里给人干保姆 女主人不喜欢她 把她赶跑了 小雨离开河东县南下 在火车上被人骗光了钱 他们骗我去歌舞厅上班 我不愿意陪那些男人喝酒跳舞 就被他们关起来 后来 勾安把歌舞厅的人抓了 我也就趁机逃了出来 我去工厂招工 人家也不要我 实在饿到受不了 才想骗点钱 大哥 我不该骗人的 夏大军也被人骗光过前 没钱吃饭就喝生水 睡桥洞 还偷老乡田里的红薯吃 但她是个大男人 睡桥洞也没啥 小雨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 要是在桥洞下睡着 恐怕是很不安全的 夏大军也不晓得咋办 要想不管吧 小雨可怜兮兮的 看着她的眼神 充满了信任和期待 好像真的把她当成了大好人 已经很久没有人 用这种眼神看她了 夏大军离开安庆 就是因为陷入了自我怀疑 老婆要砍她 女儿不信任她 家里人好像也在骗她 这个陌生女人 却偏偏信任她 走 我先等人去吃饭 别离事 咱吃了饭再说 夏大军不知道 有的女人 是不能沾手的 一沾手 就甩不掉 她还沉浸在自己 是个英雄人物的满足中 觉得被人信任 被人期待呢 你问江远的妈妈 汤洪恩倒没有想到 夏小兰打电话来 会说这个 她很快反应过来 江远他妈去找你了 姬亚的性格 什么样呢 认准的事 就不会回头 偏执得很 跑去骚扰夏小兰 夏小兰还怎么正常上课 夏小兰从凝血嘴里 问不出来 季江远也不会说 亲妈的不是 夏小兰是遇到过 一个丁爱珍的 对季亚的警惕心很高 想来想去 还是只能来问汤洪恩 汤叔叔 我看她的思维 和常人不太一样 季家在教育领域 很有人脉吧 如果 她经常来找我 夏小兰纯粹是倒霉 要不是因为她的缘故 也不会和江源的孩子 多接触 更不会因此 被季亚盯上 就算没有亲耳听见 汤洪恩都能想象 季亚说话有多么难听 她当然不会骂人 她会用犀利的言辞 把别人的尊严 狠狠踩在脚下 反复碾压 汤洪恩想到这些 也觉得夏小兰太倒霉了 季老爷子去世 他本该前去吊宴 等我到京城 再和你细手吧 你别担心 好好在学校待着 还有汤叔在 好